北京时间10月20日晚,天津群舰将去客场挑战上海山花。 在新闻发布会上,天津群舰新任主帅府中军星关上任三宝火,谈了球队所存在的问题,他一针见写的指出球员所存在的问题,我认为球员在前任主教练指教下体能状态并不是很理想,我对前场进攻球员的状态比较担心。 众所周知,韩国教练对于球员的体能要求非常高,即便既不如人也需要用积极的跑动漫民补差距,虽然韩国球队的整体风格偏脏,但他们的意志力和拼抢的态度无庸置疑。 朴忠军说的没错,对于职业球员来说,只有体能足够支撑90分钟的高水平对抗,球队才能获得比较稳定的成绩。 不过,如果单纯的让索萨背锅,则有些不讲道理了,不管怎样,索萨率领拳间打进压瓜八强,是唯一一直进入八强的中超球队。 球队的成绩断崖是下挫,是因为超级外援中途离队,包括维特塞尔贝多特蒙的强行杂为约金挖走,莫德斯特与俱乐部闹毛队远走他乡。 如果真的要说造成天津全景如此落寞的原因,全景高层应该负最大的责任,由于接触职业足球不久,全景高层和这些外援签订合同的时候,出现较大的漏洞,导致球队中途失血。 随后又没有应急方案进行人员的补足,在中国获得成功的韩国教练也不多,包括随龙珠这样的教练都没能获得成功。 对于嫖中军来说,接下来的考验会非常大,能否则全剑回到正贵依旧是位置数。 在中超只剩下五轮的情况下,天津全体还在倒数第四,距离降级区等河南剑也只有五个积分。 接下来天津全体要对阵的对手都是向复利,古奥和上抗这样的对手,暴击形势遗憾不容乐观,玩。 字幕志愿者 初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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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この诞 初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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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初诞.初诞 初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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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初诞